批个第五期 胡夏早安双相奔赴成错误 维利安狂烂商务广告 贝里克勤破真相 不知不觉 这一季披荆斩棘的各位 已经播出到第五期了 对于这一集哥哥的表现 其实有太多看点 值得一说了 不过呢 整集节目看下来 真正的焦点 真正的爆点 估计还在这几个人身上 第一个就是胡夏和早安 在选人环节 胡夏因为心里一直想着 和早安还有一个合作歌曲 所以从一开始两人就认定了对方 就想好了 要和对方的组合在一起 可是等道胡哥和早安在一起以后 他们才知道自己的这个选择 是多么大的一个失误 首先是他们以为 能够打出满分的歌曲哥哥 最后因为节目规则问题 不能演唱 这本身就让他们打击不小了 接下来 节目组还告诉他们 他们选择的歌曲屋顶着火 又是全场唱跳难度最大的一首歌 瞬间就让胡夏 早安等人都崩溃了 因为他们这组人干什么的都有 就是确实跳舞的 最最关键的是 唯一一个能跳的傅心博 也因为行程太忙 没有时间来唱跳 面对当前的困境 胡夏和早安两组人的情绪 跌到了谷底 一个个都显得无比沮丧 仿佛失去了所有的斗志 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迷茫和失落 这样的局面 无疑是对他们信心的巨大打击 尽管在后续的沟通中 胡夏和李佳琪以及所有队员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大家彼此说开了心中的疑虑和不满 焦麦奇和傅欣博也放下了心中的包袱 全身心投入到屋顶着火的唱跳排练中 试图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然而 当考核结果揭晓的那一刻 一切的努力似乎都成了泡影 他们组的表演被给出了红牌 这个象征不合格的标志 像一记重拳打在了每个人的心上 红牌的出现 无疑是对他们表演的直接否定 让原本就低迷的氛围更加沉重 尽管正式的表演还未开始 不能就此断言他们组已经输了 但这个红牌已经足够成为敲打胡夏和早安的警钟 他提醒他们 无论之前的准备多么充分 无论个人的情绪如何波动 舞台上的表现才是最终的评判标准 这个红牌 让胡夏和早安意识到 他们不能在沉溺于失利的阴影中 必须迅速调整状态 重新找回比赛的节奏 他们需要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 找出问题的根源 然后在正式的表演中证明自己 接下来的时间里 胡夏和早安带领着团队 开始了更加密集和严格的排列 他们知道 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改进 才能在舞台上绽放光芒 才能不负自己也不负支持他们的观众 这个红牌虽然残酷 却也是他们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一刻 如果不是他们两个人一开始就有私心 就想在一起做一首歌 而是从整个组合的搭配 而是从整个联盟的胜率来看 可能绝对不是这种结果 只能说 胡夏这个队长 这次确实是没做好 确实是只顾自己的感受 没有考虑队友的想法了 第二个就是维里安 其实维里安在的那个联盟挺强的 他们组合和梁龙合作 出来的那个风格离奇的打老虎的歌 绝对能够惊艳全场 可是因为现场表演的时候 梁龙一个失误 导致了拍子乱了 最后也给他们组拿了一个红牌 而拿着红牌 意味着淘汰的风险更大 恰好 维里安带领的队伍里 就有名次特别靠后的袁承杰哥哥 身为队长 又要练好自己的节目 又要单独准备solo舞台 在歌手节目的高压环境下 维里安所承受的压力逐渐积累 最终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样的反应并不令人意外 毕竟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 每一位选手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幸运的是 维里安所在的团队充满了正能量 从弗龙飞到徐海乔 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都是那么温暖人心 擅长于安慰和鼓励他人 他们在维里安最需要支持的时候 伸出了援手 用他们的关心和鼓励 为维里安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心理防线 在弗龙飞和徐海乔等人的支持下 维里安逐渐从低谷中走出 重拾了信心 他们的鼓励如同春风话语 滋润着维里安的心灵 让他重新点燃了斗志 这个过程虽然艰难 但维里安做到了 他的兼任和团队的团结可见一斑 我相信 在接下来的真正表演舞台上 维里安一定能够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取得优异的成绩 毕竟 他本身就是一个实力强大的歌手 这次的比赛中 他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队友缘成绩而战 这份责任赶给了他更强大的动力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维里安赢得比赛的几率非常大 他的才华 努力以及团队的凝聚力 都是他取胜的筹码 然而 比赛总是充满不确定性 即使是最有实力的选手 也可能会面临意外的挑战 但即便如此 即使维里安最终没有赢得比赛 也没有关系 因为他已经付出了努力 已经为了自己和团队的目标全力以赴 在这个过程中 他赢得了尊重 赢得了成长 更重要的是 他赢得了对友和观众的认可 努力过 就无需后悔 因为在人生的舞台上 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维里安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结果如何 勇敢面对挑战 坚持自己的梦想 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最后一个让我很惊讶的选手 就是李佳琪 其实我和大多数观众一样 一直都挺好奇一个直播网红 凭什么来这档节目啊 而看完几期节目后 我确实认可了李佳琪的努力和勤奋 虽然他不是做得最好的 但是他绝对没有托团队的后腿 当然李佳琪身上最最鲜明的一点 还是他的理性 比如这次胡夏选合作联盟的环节 胡夏是直接上头了 就想跟早安合作 而队伍里的其他人呢 其实都是有想法 都是有需求的 但是最后都没有表达出来 只有李佳琪特别认真的告诉了胡夏一件事 那就是他们选队伍 应该选名次靠前的 因为他们的队员名次都挺靠后的 李佳琪这句话其实已经很直白了 就是在劝胡夏不要上头 也要考虑一下队友们的处境 不然到时候输掉比赛 走的可是他们了 只是对于李佳琪的建议 胡夏确实没有听进去 他还是以门心思想和早安合作 后来等到胡夏和早安终于达成所愿 两个队伍真的在一起后 胡夏突然发现自己眼前一团黑 队友们一个个也都是脸上一脸猛的时候 在歌手节目的激烈竞争中 胡夏所在的部落面临了一系列挑战 在某个关键时刻 胡夏感到有必要深入分析他们所处的困境 找出问题的根源 这时他想起了李佳琪 那得总是能够直言不讳地给出建议的人 胡夏决定单独找李佳琪聊聊 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启发 李佳琪作为联盟中的一位成员 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著称 胡夏知道 李佳琪不会因为顾忌情面而回避问题 他会直接指出问题的所在 并提供理性的分析 这种品质在团队合作中尤为可贵 当他们坐下来交谈时 李佳琪果然没有让胡夏失望 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了部落当前面临的问题 从战术选择道成员间的协作 每一处细节都没有放过 李佳琪的分析深入浅出 让胡夏瞬间明白了他们的弱点在哪里 以及如何可能的改进方向 这种直言不讳的态度 对于正处于迷茫中的胡夏来说 无疑是一记轻醒要 他知道李佳琪的这种坦率和理性 在这个联盟中是非常宝贵的 在这样一个充满情感波动和压力的环境中 能够保持冷静头脑 客观分析问题的人并不多见 李佳琪不仅仅是指出问题 他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他的建议既有针对性 又具有可操作性 这让胡夏感到非常感激 在这次谈话之后 胡夏对于如何调整策略 如何更好的领导团队 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可以说 李佳琪是这个联盟中的智囊 他的理性思维和敏锐洞察力 为团队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在未来的比赛中 胡夏知道 他们需要更多的依赖李佳琪这样的成员 以便在竞争激烈的音乐战场上取得优势 李佳琪的存在 让整个团队更加团结 也更有信心面对挑战 虽然他不是娱乐圈的人 但是他的智慧 他的努力 还是被大家看到了 当然这一季还有很多哥哥值得关注 比如梁龙 比如雅 有掌镜等等 这些艺人都相当抢眼 都很有看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